蒙古女郎阿坦都亚的父亲沙布里和代表律师兰卡巴辛 今天下午三点会晤总检察长汤米·汤姆斯 商讨重新调查女儿命案的可能性 兰卡巴辛指出 由于这起案件拥有了足够的有力线索 因此汤米·汤姆斯也证为有必要重新调查这起诈尸案 至于躲在澳洲 表明要回来协助调查的第二被告西鲁 最终会否引渡回国 兰卡巴辛认为目前算是没有引渡西鲁的必要 西鲁尔并不是必须要重新调查 进行关系的关系的关系 我认为我们之前也印象了这件事 我认为他也认为这件事 沙里布表示他这次来我国 是为了帮助女儿寻求正义 因此不会逗留太久 他在明天下午5点前往首相署 拜会首相敦马哈迪 讨讨讨论这起案件 于伟健布城报道 感谢您的观看